欢迎回来来看到神韵艺术团全球演出的最新消息 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亚特兰大的第五场演出 吸引了更多的主流社会人士 像是一些拥有自己生意的公司老板和企业主 纷纷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演出 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真实的好感 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看神韵 安全系统公司总裁休伊特夫妇对神韵连声称赞 颜色都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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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历史的历史的感觉 我喜欢舞者的压力 你能看到他们的眼睛 他们在舞台上的压力 颜色都美丽 拥有自己建筑公司的波瑕原本想 一旦错过神韵演出 就追到纽约或北卡去看 因为我去线线 我认为我会失去今晚 我认为我会去Charlotte 10年前把家族餐饮生意交给女儿的约翰霍威说 没有语言能够形容神韵的美好 我认为我认为它是最美丽 我从来看的 我认为它是最美丽 它是超约翰霍威的 它是最美丽 我认为它是最美丽 我认为它是最美丽的 它是最美丽的 它是最美丽的 它是超级的旅程 它是最美丽的旅程 也也包括在地域 和人身上 它是超级的旅程 它是超级的旅程 它是最美丽的旅程 在亞特蘭大兩個劇場的無場演出成為當地一大盛世 1月11日到13日 他們將前往佛羅里達州的勞德戴爾堡在那裡上演四場 新唐人記者藍清 美國亞特蘭大報導